海葵台风风大雨大也为花莲地区带来一些灾情 浊西乡台30线9公里就发生了路速倒塌压到自小货车的意外 零星驾驶他开着自小货车载着爸爸要前往玉里镇市区来购物 而到这个地方呢被台风吹倒的路速给压到了 造成驾驶和乘客受困 浊西乡台30线9公里处有一起路速倒塌压到小货车的意外灾害 经查零星驾驶小货车负载乘客零星男子前往玉里镇市区购物 那么遭到台风吹倒的路速压到小货车造成驾驶以及乘客受困 车子在我前面然后那个两个数字同时倒 然后他就被压到了 经过玉里分局同仁消防队以及现场热情的民众迅速抢救 驾驶以及乘客送到玉里农民医院意识都非常清楚 在上午10点44分左右 在台30线9公里处 有一部自小客车遭台风吹倒的路速压到车顶 造成驾驶及乘客二人受困 警方接货报案后立即到达现场 配合消防人员以及地方热心民众 迅速将驾驶及乘客救出 迅速送医并且排除道路障碍 而经了解驾驶及乘客经送医后均无大碍 警方也呼吁民众在台风期间应减少出门 避免发生意外 初步研判属于天灾的意外 经过远景现场排除了道路障碍之后 已在11点半迅速恢复交通的通行 预分局表示台风期间请民众尽量减少外出 随时留意新闻资讯以保自身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预理站采访报道